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积木之罪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120集 鱼醉再往家世里成人用品公司的深处走 各种情趣用品看得她遐想无边 冷不丁直腰时 不知道何时身边站了一位美女 她愣了一下 然后暧昧地笑了 刚刚她猥琐的样子 一定被美女看到了 倒是这位皮肤白皙 笑容可居的前台接待美女 很大方地邀请了鱼醉 先生 我们公司的自主产品都在二层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领您观摩观摩 当然有兴趣 请 美女先手一指 鱼醉大大咧咧上楼了 从楼口一看 冷气一吸 舌头差点掉肚子了 美女 全是美女 不过都是硅胶的 逼真度很高 神情各异 总有一款能勾起男人心中的欲望 比如鱼醉 就站在了窗前 一位穿着不伦不类的警服 硅胶娃娃面前 表情很严肃 脸蛋很小巧 鱼醉看着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指头小心翼翼地摸摸那硅胶美女 翘翘的小鼻子 有人扑斥一声笑 鱼醉赶紧收手 回头 又看到了另一位货真价实的美女 卷曲的长发披洒着 暗色的OL工装衬托着 如知如愈的双臂摆着 向她走来 像风摆细柳般婀娜 带着一阵微微的香风袭来 那是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 更是一种南国家人的婉约 看得鱼醉目眩神迷 直闭嘴咽唾沫 对方伸着手 忽然问候起了鱼醉 鱼醉更有点慌乱了 点着头伸着手握了握 那小手柔弱无骨 温温腻腻的 比一后落现金拿到手里还要心动 鱼先生吗 对 是 秦 你的朋友在等你 美女笑着 脸上浅浅的两个小酒窝 看得鱼醉春心萌动 还是觉得真人比龟娇娃娃好看 两人一前一后 鱼醉在后 不过眼神没有离开那双修长的细腿 细高的水晶鞋 衬托出完美无瑕的足怀 圆滑的小腿 形成了一条柔和的曲线 刹那间鱼醉明白了 这天下为什么还有练足痞那么恶心的爱好 因为他现在发现 自己好像也快有这种倾向了 你是沈家文 鱼醉追了一步 客气地问着 他突然发现自己好像礼貌多了 在美女面前一点也不像人渣 对 可我 不认识 现在不就认识了吗 美女很自然的道 比鱼醉还会装 肯定通过副国生早知道了 那夏容坚传达的意味很明白 其实大家都知道彼此是干什么的 对吧 鱼醉笑了笑 不再问了 他审视着这位如冰雕欲拙的美女 他在想 堆积起这奢华外表的 可能是数不清的麻醉品交易 鱼醉有一种深深的怜悯 他真的无法想象 有多少像自己这样的炮灰 还在蹲着苦欲 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而他现在也不再建议做点什么 哪怕再勒副国生一次 笑容可居的沈家文 轻轻地打开经理办公室的门 他亲和地笑着 掀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鱼醉进去了 老板台后坐着的赫然是副国生 他笑了 起身迎接着鱼醉 握着手问候着 老板 你怎么还是这么土的吊渣的打扮 走到哪儿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土匪 你就是穿上皮尔卡丹 也是个王八蛋 有区别吗 区别在于 包装和未包装过的 是两个概念 就你我 不管怎么包装 都是渣 简成人渣 还是有区别的 我是像人的渣 你是像渣的人 傅国生哈哈大笑着 揽起了于醉 那位叫沈家文的美女 知趣的一笑 轻轻地演上了门 其实于醉对这位美女的兴趣 可比对傅国生的兴趣 大得多 沈家文一笑掩门 让于醉忍不住 做了一个吞咽口水的动作 然后回头看着傅国生 那表情在诉说着 一个前台词 这朵鲜花 怎么插到老妇 你这堆牛粪上了的感觉呢 傅国生这会儿 真装不住了 愤愤地斥了于醉一句 你个喜宅啊 我的女人 你也看上了 我还真看上 喂 你在尖仓里 答应送我妞 算不算数啊 我就要这个 傅国生一震 不过没有怒 他尴尬地笑了笑 坐回了大班台后 对于文明人来说 只要不是在 尖仓那种光屁股的环境里 是不应该讨论这样的事情 而于醉呢 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 看看这儿看看那儿 老夫的办公室和外面 纯粹是两种风景 外面暧昧无边 而房间里却清雅有致 门口是一缸风水鱼 靠墙一组竹木沙发 窗台边一溜石心花卉 大班台也是钢木结构 不显得奢华 却处处匠独具 这个地方 鱼醉倒觉得很有人味 一点也不像人渣住的地方 傅国生也在细细地打量着鱼醉 这个见面方式 他期待很久了 鱼醉的表现一点也没有让他意外 最起码没有气急败坏 但所有的表现都不在意料之中 比如根本无动于衷 反倒是他按捺不住了 陷着身子问鱼醉道 老二 你大老远见我一气 没有什么想法 有啊 说说 就想啊 再勒你一次 这次老子可不留情了 鱼醉表情恶狠狠的 眼神却没有那么凶 傅国生呵呵笑了 好奇地问道 那为什么不动手啊 看见这么漂亮的妞儿 心情不错 改天再收拾你 老夫 你狗似的 还是想争死我 是不是 有吗 如果我想 应该已经救到了 傅国生满脸不屑 完全不似狱中那副起怜的样子了 鱼醉的火气终于上来 也许对傅国生并没有什么仇意 但是对于被骗来骗去 早已火冒三丈 他揪着傅国生的领子 一把拉起来训着 少他妈跟我假惺惺的 老子才出来几天 就他娘成了毒贩了 那车祸要被边检查住 下辈子都出不来了 门砰的一声开了 焦涛带着两个人奔了进来 两位保镖装束整齐地冲上来 就要扭于醉 于醉一放傅国生 两手举着一摊 笑了 对焦涛说道 哟 帅哥 好久不见 于醉这一惊一乍的 让进来的三个人不解了 傅国生一吼 滚出去 谁让你们进来的 三个人讨了个没趣 告辞出去了 傅国生看了于醉几眼 很复杂 他没解释 也没寒暄 一如对待陌生人一般 眼瞟着 手却端着茶杯抿着 似乎在等着于醉发飙 于醉觉得傅国生 也不是那么穷凶极恶 最起码有点念旧情 否则以他这种身份 要寻仇的话 应该比贩毒还容易 于醉突然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孙医人 算盘打得不错 老子要折了 你这一生之仇就爆了 一点也不内疚 老子要没折 你就赚翻了 你狗日子是里外都不赔 于醉捋着这件事情的 眼瞪着傅国生 很出离愤怒地质问着 傅国生却笑了 似乎于醉说得很对似的 他起唇问着 钱拿到了 拿到了 三万 那就是了 人生就是一场生意 活着就是不断地交易 用你的能力去换车 换房子换女人 没有什么不对吧 伯寿 你比大多数人都强 确实很强 这一行的难度在于 很难走出初次作案的心理阴影 毕竟冒着杀头的罪名 傅国生觉得自己的眼光不错 于小二的确是一个神经强悍 这么快就适应了 只是稍稍有点不适而已 于醉在傅国生那双眼睛的审视下 他觉得很尴尬 而且角色的定位很难 是做一个扶手听命的马仔 还是做一个敢于质疑的新人 似乎都不太合适 于醉感觉到了傅国生的精明 不但在于他的眼光 而且还在于他的口风 不管说什么都很斟酌的言辞 用一种委婉的和案情根本无关的话表达 这种人哪怕证据放在眼前 他知道也未必能抓住 因为他根本和那些事情不沾边 傅国生突然问 在想什么 我正在想 你想的是什么 我在想 我们监狱里那帮人渣兄弟 都说我们是人渣 不过 我觉得不是我们很渣 而是被压榨成渣了 不过这个 我认为可以理解 咱们身处这个人吃人的环境 如果不扎一点 还真不好混 比如啊 像你扎成这样 不管是走私的把你坑了 还是警察把你收拾了 都没人在乎你 同情 所以呢 所以呢 你得像扎成我这个样子的方向混 有权 有地位 扎到我这个程度 就没人敢叫我人渣了 都叫我有传奇色彩的成功商人 哈哈哈哈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